嗨 我是父親 繼續說故事吧 小當家一行人通過出事後 來到鬥衛場 就位後 據說儲力有異級地的小丹過來嗆聲 你這種小鬼還是快滾回家吧 最後贏的肯定是我 小當家一臉懵逼 這人是忘記之前在餃子大海上 被我海內過一頓了是嗎 接著其他參賽者先有魔法對著下坡 看看敵人的虛實 老娘應該還能活著回去吧 很快評審現身 正在的評審叫雷花 他和四川仙女阿貝齊名 有廣州暴女之稱 雷花公布了考題 要做的是麵 題目是飛麵 在場的廚師們陷入了沉思 只有小當看起來胸有沉著的樣子 大哥你的表情不要這麼自信好不好 我尷尬癌都要犯了 考生們開始料理 小當先是用大拇指倒立 然後化身為人體電鑽 對面團進行直接攻擊 小韓扛了一頭牛 把骨頭抽出來 又跳天上使出雙截刀 把骨頭叉叉叉切到鍋裡 我說這人不跳起來就不會切菜了是不是 就在這時 阿菲也忍不住了 明明剛剛還很正常的在削皮 現在卻突然任性的把滿屬丟到了空中 最後他化為了光 融入到石材中 智琳雖然不懂武藝 但身上上冒出不祥的魔力 他眼明手快的殺死白醋針後 拿出炸到四爆 噓 哇 這些人如果去抗日的話 這動畫怕不是要變成另一種意義上的神片了 或許有人想問 這些廚師怎麼伸手一個比一個了得啊 唉 其實都是魔法 只是他們不想引人注目 所以衛裝成了武林高手 來看小當家這邊 王哪逃 耶 我抓到鯪魚囉 然後他使出雜技打蛋 嘟嘟這個助手也終於派上了用場 成為了一具出色的鍋勺放置架 還可以聲控調味喔 小當家把鯪魚泥和蛋白拌好後 放進了一塊有洞的布里 接著放了一個屁螺旋上天 做好了 哇這個吃起來一定很香 嗯 欸 奇怪 來 好大啦 嘶 沒味道 嗯嗯嗯 不行吃再多 都沒味道 嗯嗯嗯嗯嗯嗯 啊 沒味道沒味道 沒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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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夭壽喔 看到小當家進入屁孩打滾模式 阿菲又來救場 他先是掏出了一根條狀的物體 還要小當家把腿張開 並往他嘴裡強塞了很多白白的 味道又很重的東西 小當家受不了這個味道 把白白的東西吐出來 然後鬧脾氣的抱怨 阿菲你怎麼可以這樣啊 哎呦 原來我小時候看的動畫這麼烏啊 阿菲說到 這根針插在你的味覺中樞上 對在場的人來說 這車延似非贏不可的 敵人能少一個是一個 而你實在太好下手了 小當家納悶 那我不也是你的敵人嗎 你為什麼要對我這麼好呢 阿菲回答 因為愛 啊錯了 是因為你媽曾經有恩於我 說著便回起了過去 阿菲曾經也是個快樂的除二代 但某天一群蒙命大佬傳入家中大開殺戒 他和其他小孩被抓去培養成無情的作愛機器 不知道為什麼 這畫面讓我很想笑 某天阿菲竟然一個人逃了出來 被阿貝師傅撿到 醒來後 阿貝師傅端了一碗湯給他 這碗湯讓他感受到了一望已久的溫暖 這讓我明白料理不能只是好吃 而是必須帶給人們幸福 阿貝師傅對我而言不只是救命恩人 更是啟蒙的恩師 簡單來說就是 你媽真棒 但我不會因為你是阿貝師傅的兒子就放水 相反的 你是我必須擊潰的敵人 讓我們以廚師的身份一決勝負吧 好 樂意奉陪 之後小當家又抓了一隻鯛魚 分屍後捆綁不累 做出了鯛魚肉捲 然後使出風系魔法順風快遞 將鯛魚的屍塊送進碗中 嘟嘟試吃後表示 非常美味 正面一定可以贏的 那按照本作的慣例 嘟嘟說YES的事情通常都不太OK 果不其然 小當家吃了一口後 將碗摔到了地上 這些廚師怎麼動不動就喜歡摔碗摔盤子的阿 小當家發現這鯛魚麵雖然鮮美但缺乏嚼勁 此時比賽快要結束 時間分秒必增 小當家趕緊用冥想的方式上網Google 欸我看看哈 找到了 那就是我想要的食材 料理完後準備試吃 雷花道 這次評分採用互相評分制 你們要試吃對手的作品 然後互相打分 啊 所以你們請來這麼大牌的廚師 就只是為了讓他在旁邊看別人吃東西嗎 算了 第一位上場的是 這道料理叫做墨魚之炒米粉 麵這個字從字面上來看 本來就是指調和小麥粉後再擀成一個平面製成的東西 可是我沒有運用其中任何一樣的因素 只有米磨成的粉和火藥的力量 充分配合這次測驗的主題麵非麵的基本條件 哇這個閱讀理解 很不錯喔 小丹和小韓本來一臉不屑 吃了後卻像著弄模式的 根本停不下來 但小丹家和阿菲一口吐掉 並吵枝林破口大罵 這個女人竟然在面裏加了陰樹花 小丹家就算了 阿菲你為什麼也這麼熟練啊 雖然我還小 但一直謹記著媽媽的教誨 料理應該是帶給人們幸福的東西 像這樣的決鬥 阿不是 像這樣的料理 是無法為人們帶來笑容的 欸不是 這作品下藥不是很正常的嗎 小弟弟你反應自己這麼激烈 雷花道 下藥確實不算什麼 但這次只在廚師間公開的秘密 每次只下一點點 讓顧客漸漸成癮翻為廚師的美德 若是做得太明顯 讓那些漁民查閱到了 那我們廚師還怎麼發財 把他給我帶走 喔你們這些虛偽逼 下個藥還怕人知道啊 下藥到底有什麼不對 我從小開始吃 吃到現在17歲了 不也長成了一個 清純健康的美少女嗎 你們有沒有聽到啊 給我記住 唉呦 以後還是少吃點小丹家煮的菜吧 哼哼 這種妨礙同行財路的毒瘤 就應該趁早拔除 啊對了 拿針插小丹家的也是知靈 而且是阿菲揭穿的 我覺得小丹家跟我不用帶什麼助手 有阿菲就夠了 第二位上菜的是小丹 他端出了貓耳朵 這是在山西省拜師學來的一種形狀特殊的麵 但其他三人卻完全沒有動塊的意思 幹什麼幹什麼 你們怎麼不吃啊 很好吃的喔 笨蛋 我的頭髮都快被你笑光了 可是你根本沒有頭髮 你只是把形狀改了一下 但用的還是麵粉 老實說你這個創意 簡直就是手女奇正泰 太沒深度了 蛤 這時雷花也來幫槍 她說的沒錯 就算她再怎麼稀奇 麵還是命 只是改變形狀 就算非麵的話 你也太小看這個測驗了 平淡的創意 卻企圖以華麗的表演來演示 你應該感到慘愧 平乏的想像力和技巧的沉迷 都是廚師的致命傷 小丹黯然離場 她也是在場唯一因為KENTY而退場的考生 我們先不論這件事到底哪邊有理 在有三人選擇A物線的情況下 你卻走的B物線 那A這邊的肯定會聯合起來霸凌這個B 廚師的世界 可是很黑暗的啊 再來是小韓 她做的是真牛肉麵 媽的終於有人吃的麵了 餓死我了 這碗麵下的藥量剛剛好 讓人沉醉的同時不至於喪失理智 而且她還在麵裡加了幻術 令人無法自拔 嘿嘿 贏定了 接著是阿菲的麵 反正小當家肯定最有吃的 主角待遇嘛 阿菲做的是蠻酥冷麵 吃一口 哇 好熟悉的畫面啊 原來如此 她下的跟我是同一種藥呢 但除此之外 麵裡還有果蛋蛋的甜味 到底是什麼呢 喔 是南瓜 阿菲震驚 我只是在螺麵團的時候加一點進去 這裡都吃得出來 大哥 吃不出來的話 那你家要幹嘛 最後輪到小當家了 各位觀眾 鯨魚麵 那在場的人一聽就覺得 畢竟太年輕了 鯨魚做的麵 怎麼會有嚼勁呢 啊 十安歲的小鬼 能走到這很了不起了 肯定他一下吧 咬咬咬 喔 這個麵 怎麼會這麼有嚼勁呢 這麼好的彈性 絕對不可能是鯨魚的彈性 阿菲震把麵分撕後 看一下剖麵圖 這麵條裡面竟然有心 小當家表示 這是我把鯨魚乾泡發後 一根根塞到麵條裡去的 哥 你不累的嗎 啊 當然不累 因為小當家精通空間系的魔法 只要讓鯨魚是一個瞬移 就跑到麵條裡去啦 雷花在一旁也露出了腥味的笑容 所以你真的是一口都不吃喔 還是說你是被請來負責感人的 到了評分環節 漫長的等待後分數揭曉 小韓10分 小當家9分 阿菲9分 阿菲眉頭一皺 發現事情並不單純 東江館小韓上前來 是 東江館的小白 你所做的蛋花蟹牛肉麵 的確是非常出色的作品 針對麵卻又不是麵的主題 你以單純明快的創意 展現了前所未有的新口感 無論是出事或者是正式測驗 你的料理都再三證明 你無與倫比無可挑剔的實力 小韓被誇得都快射了 雷花又說 經過兩場比賽你也辛苦了 你可以收拾收拾回去了 阿?合格了難道不用辦什麼手續嗎? 你沒聽懂嗎? 你還是不合格的 給我離開 小韓當場崩潰 臉上一副 把我挑逗的這麼硬 然後跟我說你生理期來了 的表情 雷花亮出得分表 原來小韓只給了另外兩人一分 所以分數才會最高 這打分明顯存有私心 並不公正 你還是四年之後再來吧 不 可是我覺得小當家和阿菲也很北蘭耶 之前不斷誇小韓的麵有多好吃 然後給了不及格的分數 而且你們兩個的分數也太一致了吧 真的沒有串通好嗎? 小韓激動的把雙一刀扯斷 然後仰天長笑 忍氣下來後 他反省自己的行為 主動離去 唉 其實小韓絕對有特意出事的實力 但偏偏這屆混進來兩個掛逼 也是可憐 話說陽泉酒家這邊 員工們和小當家的姐姐想偷跑出去 但被姐弟當場逮貨 等一下 他手上拿的 真不愧是極地師傅阿 光之魔法的應用簡直如火純青 不知道的還以為是手電筒呢 唉 兩位不要誤會 我們只是想要早起去買菜 喔 這麼巧阿 我們兩個也是睡不著 想要去散散步 去哪散步阿? 鬥會場阿 我操 兩個老傲嬌 而鬥會場這邊 兩人迎來了最終測試 蓮花說最後要讓你們替自己的作品打分 小當家猶豫一陣子後給自己打了10分 哇靠10分 小當家你膨脹了 嘟嘟在一旁非常著急 怎麼可以給自己滿分呢 這樣不行阿小當家 喔 穩了 小當家給的理由是 雖然我的所學所知都有限 但我盡了全力 做出我認為最棒的作品 身為一個廚師 除了給我自己滿分外 我無從平起 那阿飛 你呢? 也是10分 至於理由 和小當家一樣 臭不要臉 兩人相似一笑 完美體現了夫唱夫隨的精神 那個還有人記得我才是女主嗎? 蕾花表示 你們兩個人的料理幾乎是不相上下 講得好像你有吃過一樣 最後的回答也充分展現了廚師應有的至尊 所以這一次算特例 讓你們一起合格 兩個人同時成為特級廚師 真相在好好跟他一覺高下 明明勝負才剛剛揭曉 我的心中 卻又燃起如此強烈的鬥志 從此阿飛便不可自拔的愛上了小當家 從此阿飛便將小當家視為一生的勁敵 之後蒙昧現衣 兩人獲得大清的黨證 策驗也在蕾花的丁阻下正式結束了 我尋吃這個雷花阿 根本是聽到考生中有顧問的兒子才湊鬧的吧 消息傳開之後 李提督到來 既然考上了特級廚師 那是時候旅行約定 讓你回去接管局下樓了 但是我拒絕 阿? YES 原來如此 你是想去各地旅行 豐富自己的廚藝和眼界對吧 不是 我想說都考上特級廚師了 想去外面裝個B 過過乾以後再回來 好啦差不多 那你去吧 怎麼會 我以為你不會你看我的 大壞的 小當家告別了夥伴 踏上旅途 他在船上看著都寫了信 落下了男兒淚 嘟嘟 謝謝阿 因為 你這個人實在很令人擔心 沒我跟著你阿 你什麼事都做不好 所以 我也要去 小當家